明白了,除了这个样子受不了,还有别的样子受不了的吗? 上次就是我们在外面的餐厅吃饭聊天 可能当时我脑子里在想其他的事情 他就直接问我说 你记不记得我的电话号码呀 我的生日啊,我的幸运数字是多少号 他就这么直接问我 我当时只答上了两个 他的生日跟幸运数字 电话码我没打上来 一想他直接打个车就走了 就微信给我发消息说 我们分手吧,后来我们那个段时间就分手了 我就是想让他重新追我一次 对 我觉得他连手机号都记不住 他就不了解我 他就没有发心思在我身上 他就觉得我不过爱他 重新追 这是重新追回来的,是吧 是,就是后来 我是通过他闺蜜我才找到他的 我跟他发消息,发微信,打电话都不接 我就只能找他闺蜜呀 然后闺蜜跟我说 既然你跟他都已经分手了 如果你们俩还想在一块的话 你就只能够重新去追他 我哪那么容易啊 我一个月公子一日这么得钱 就是有些时候我心思就还在 花在那个工作上面 后来我就死期白来 带他去那个看电影啊 买玫瑰花呀 给他下跪啊 按照重新的方式就是跟他和好 他不答应我 他就说你现在追我的这种方式都是以前了 我就想要个新花样 他就想让我在成都就是 那个写字楼那么高 那么大的那个上面 给他包一栋那个写字楼 LED屏在写上就是他的名字 说我爱你 就这个样子 我说我一个月五千的工资 我怎么承受得住啊 那是我随便说的 你用点心就可以了 我肯定没包啊 我没那么钱 我后来就一直就是 很久很久就一直死期白来的赖着他 他再跟我就是 重新追我一次嘛 你知道他现在宠不动你了吗 他平时就是 你知道宠不动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吗 他就是不要我了吗 对他就是准备不要你了 怎么着吧 我不想他不要我 非他不可了是吧 嗯 那为什么不出去工作呢 因为我不会工作 但是我现在 我工作好吗 我去工作好吗 哎呀 我的天哪 你 后悔吗 说实话 不后悔 真不后悔 不后悔你跑我们这儿来干嘛 就是我像 现在是宠啊 我就是想让他改变这种方式 改变什么方式啊 你你觉得你是天下第一美吗姑娘 其实他觉得我美就够了 但是我觉得自己也很美 对 算了你们来吧 一起进入秋毕特奔卷 我真想不到 现在我们生活当中 这么一个貌美如花的 小巧玲珑的女孩子 手脚健全 竟然是一个巨婴 而且你刚才说 工作没有经验 我们谁天生就有工作经验呢 不是慢慢工作起来就有了经验吗 而且你去工作以后你们的爱情不是更完美吗 你想缔造神圣的完美的爱情 我追我的白马王子 我宁愿同甘共苦 很显然你只能同甘 不能共苦 如果今天他真的没有这份收入需要你一起去工作 你干嘛 你不可以啊 因为现在他愿意宠你啊 六千五千块钱的工资 宁愿全给你花 而且把你当女神哄着 越哄越出问题了 小伙子啊 不能再哄了 你应该把它推出去 你认为这样的蛮不讲理是一种爱的话 这种爱会让你的男朋友发疯的 你等着 好的谢谢 这不就是好吃懒足啊 寄生醇嘛